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不再奢望在一起后 这段感情的主动权 其实已经在你手里了 第二 如果你想要结婚 或者不想再继续这种暧昧纠缠 就果断把话说清吧 在一起或不再联系 让TA选一个吧 处在交往中的看这里 我想说 你真是个少孩子 明明受了那么多伤害 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该再继续纠缠 可但凡有一点点希望 你又想给TA一 个机会 总望想对方能够为你改变 可一旦对方做错点什么 你又会不断放大TA的过错 变得伤心绝望 歇斯底里 就这样你们陷入一个死循环 这段感情走到如今的地步 双方都有错 我给你的建议是要么找个机会 彼此好好谈一谈 重要的是相处时双方都多些包容和相信 这样做你们这段感情 还有抢救的可能 如果做不到 就干脆分手吧 在一起相互折磨而已 想要挽回的看这里 这段时间 你很累吧 自从分手 你表面上一副无所谓 很坚强的样子 但实际上你感觉非常痛苦 你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走到了这一步 明明以前挺好的 你现在很难过 但不知道该如何排解 想挽回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冲着张牌看 近期你挽回的几率很小 建议你过一段时间再来占卜吧 另外 我建议你让自己忙起来 或者出去走走 散散心 不要把自己闷在一个环境里 这样更难走出来 B 住在暧昧期的看这里 恭喜你 抽到了四张中最好的一张牌 你们很有可能成为恋人 而且近期就有确定关系的可能 你们俩都是对感情比较认真的人 爱慰这段时间 彼此是否和是及时都心里有数了 只是在爱情里你们俩都是胆小鬼 不敢主动表白 都在期待对方能打破这层窗户纸 抽到这张牌 我能给你的建议 就是主动一点 勇敢一点 把这一段关系先确定下来 另外我要提醒你一点 不要总想着先表白会吃亏 感情是否幸福在于彼此的经营 而非告白的先后 处在交往中的看这里 相认这么久 你想要分手 这并不是一时的想法 而是长久的矛盾堆积 而现在不过是潜在的问题全面爆发而已 你们想处的模式不对 你太左 最硬心软 经常会说一些伤害对方的话 RTA也很执拥 听不见别人的意见 遇到问题使你们 从来没有彻底的去解决问题 而是藏着掖着 或者一朝而过 虽然你想要改变这种相处模式 但却一直没有改变 所以发展到了现在这种情况 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给你的建议是主动去化解矛盾 你不要把问题想得太严重 只要你放下架子 平和的去沟通 对方不会不理不睬 你对TA还有感情 此时分手 以后很可能会后悔 谈一谈吧 最差也是好聚好散 不过 如果这次危机度过 你们的爱情将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结婚生死和美满 想要挽回的看这里 你们彼此为这段感情付出很多 虽然之前因为一些状况分手 但你内心还是很想挽回这段感情 想要和TA继续走下去 目前你很犹豫 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的想法 不知道对方是否会答应复合 从这张台看 你挽回这段感情的几率非常大 建议你找个机会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知对方 同时也倾听对方真实的想法 这样你们还有在一起的可能 他承销告之后 如果再复合 你们再次分手的可能性很低哦 C 处在暧昧期的看这里 我很难去描述 你们未来关系的走向 怎么说呢 对这段感情你们之间都不够纯粹 只是在寂寞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人 彼此之间很聊得来 平时一言一行也很有默契 这段关系看似距离确定关系很近 但实际上你俩内心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另外 你俩的心房都很厚 对未来都特别的迷茫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你们有一个人工作或家庭方面会发生变动 这件事情的解决方式 直接决定了这段关系的走向 我给你的建议是这阵子别做 凡是有伤有量 你们在一起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处在交往中的看这里 挡下你的状态其实很复杂 想分手舍不得 不分手又很累 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特别的茫然无措 遇到这种情况 我给你的建议是以退文信 什么都不做 首先 你先把感情的问题放一放 不要总去想TA 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或者干脆去旅行 到处走一走 在你放松的这段时间 你内心不再急躁 会更冷静理性的对待这段感情 到时候 是否需要分手你内心 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想要挽回的看这里 这段感情对你的影响非常大 他急 忽然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现阶段已经是很茫然 想要挽回的也想过彻底放手 其实 现在你该想的是你们之间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 该如何解决 只有从本质入手 去解决问题 你们之间才有挽回的可能 否则即便成功挽回 也会再次分手 甚至最后彼此会反目成仇 第一 住在暧昧期的看这里 你被这段暧昧折腾得太累了 可能刚开始暧昧 使你感觉很甜蜜 但时间久了你就感觉到煎熬和辛苦 你比较喜欢简单的爱情 暧昧这件事不在你擅长的范围内 现阶段你被TA掉得不上不下 再继续下去你会疯的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可能说清楚之后这段感情就会就此结束 但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斩断暧昧后 你才会遇到对的人 处在交往中的看这里 这段时间你们之间争吵不断 彼此的爱意已经消磨殆尽 要不要分手这个问题 其实你已经考虑过多次了 现在是下定决心的时刻了 从这张牌看 当前你需要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 从两个人变为一个人 习惯上的改变 会让你感觉很不适应 第二 原本的规划因为分手全部打乱 你对未来充满不安和恐惧 不过 结束 也代表新生 或许当下你很痛苦 但过一段时间后 你会适应新的生活 甚至还会觉得之前恋恋不舍的自己很可笑 想要挽回的看这里 亲爱的 这段感情已经彻底结束了 别再想挽回了 也别把自己困在回忆中了 你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虽然这段感情带给你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对你而言复合并不是好的选择 而且不断降低底线 不断委屈求全得来的感情只会让你更加受伤 它不适合你 重新开始你才能遇到真正宠溺爱你的对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